第二百五十二集 悬一百法中年人发出一声森森的音效 说道 小辈 老夫的身法虽然不如你快 但老夫手里有着这柄玄水真功 凭着这柄玄水真功 你是绝对无法摆脱老夫的 只要百里老怪追上来 你就死定了 你今天是死定了 悬悬悬 悬一中年人再一次地施展出了三龙闹海的剑技 再一次发出了三只长剑 张叶的眉头大皱 再一次挥动出惩罚之鞭 将这三只长剑击落 但如此一来 他的速度再次受到了影响 百里烈火发出来的笑声 距离他越来越近了 看样子 百里烈火已经来到了万里之外 只需再拖延一会儿 百里烈火就要来到了 张叶目光闪动 在心里说道 火灵 你的灵觉比我厉害 等一下对方再一次射箭的时候 你配合我 咱们推算一下长剑的路程 我要尝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躲开这三只剑 火灵微微一惊 说道 对方射过来的长剑 乃是利用真弓射出来的 并且蕴含着真道五重高手的可怕力量 在这种情况之下 用惩罚之鞭 将长剑击开 是最保险的做法 如果闪避的话 万一没有推算清楚对方的长剑奥妙 你就要白白地挨一剑 不死也要重伤 这太冒险了 张叶冷静地说道 现在的形势危急 不冒险不行了 如果我无法将这个悬疑中年人甩脱 今天我们都要死在这里 火灵很快说道 好 我们就冒险一下吧 两人的交流 都是在心灵之中进行的 说起来很长 但实际上 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功夫 就已经交流完毕 嗖嗖嗖 两人刚刚交流完毕 陡然间天地惊奇旱动 水域一片沸腾 原来悬疑中年人 第四次施展出了三龙闹海 悬疑中年人的长剑刚刚射出来 张叶与火灵 他们的灵觉就已经联合到了一起 紧紧地锁定了三只长剑的来世 张叶留意着长剑 心里却是快速地推算着 快速地分析着三只长剑中的奥妙 悬疑中年人发出来的三只长剑 蕴含着数百种变化 张叶如果应接 可以无视种种变化 直接一边将数百种变化破解 但如果用长边应接 张叶的速度将会大大受到影响 这是张叶无法接受的 所以张叶只能是凭着强悍的悟性 分析出长剑中蕴含的各种变化 如此一来张叶就能够轻松地闪避 丝毫不影响速度 张叶脑子高速地运转 迅速地破解着长剑中的变化 一百种 二百种 三百种 当破解到三百六十四种变化的时候 长剑已经来到了 住人 火灵审不住出声提醒张叶 这时候张叶的目光一闪 身体倒然间一震 急速飞行着的身子 在虚空之中 做出了七七四十九下变化 是是是 晕含着庞大力量的长剑 从张叶的头皮上飞过去 将张叶的头皮都刮下了一片 死里逃生之下 张叶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哈哈长笑 长笑之中 张叶的破云一刀施展到了极致 一道炫目的金光滑破了虚空 瞬间将悬疑中年人摆脱 嗯 这怎么可能 见到张叶闪过了三只长剑 悬疑中年人大吃一惊 他不惜燃烧体内的真气 疯狂地展开身法 朝着张叶追赶过去 但张叶这时候 已经将距离拉开到一百里 超出了悬疑中年人的攻击范围 没有了常见的攻击 悬疑中年人根本就无法追得上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张叶消失 哼 悬疑中年人狠狠地挥了一下拳头 心有不甘地停下了身子 脸色阴沉一片 黑水门这一次行动 损失了四位长老 另外三长老和四长老 也被斩断了双腿 损失了几位真道高手 黑水门的势力大姐 以后过日子都要小心翼翼了 在悬疑中年人脸色一片阴沉的时候 一声长笑 由远而近 很快 一道红红的火光 陡然从远方而来 正好落到了悬疑中年人的旁边 这个远远赶过来的人 正是百里烈火 百里烈火见到悬疑中年人 一脸阴沉 一脸沮丧 心里瞪时感觉到不妙 他赶忙地出声问道 水老怪 那个小贝呢 你不会是将他打成了碎片吧 水老怪握紧了拳头 怒道 碎片个屁呀 那个小贝 跑掉了 百里老怪 老夫这一次被你害惨了 整整损失了四个长老 另外还有两个长老被斩断了双腿 我们黑水们好不容易才培养出了几个真道高手 现在完蛋了一半 百里烈火大吃一惊 尸声说道 什么 连你都无法奈何得了他 这怎么可能呢 水老怪 你一定是没有权力出手 水老怪怒哼一声 哼 我怎么没有权力出手啊 老夫为了对付这个小贝 连玄水真弓都拿出来了 贫劳命施展了几次三龙闹海剑法 连这个小贝的皮毛都站不到 百里老怪 你这一次 求着老夫出手的 你要赔偿老夫的损失 你要给老夫 两支千年八品灵药 是什么 是老怪 你连那个小贝的毛都没有拔下一根 居然要老夫 两支千年八品灵药 你怎么不去死啊 听到水老怪的要求 百里烈火 邓氏大怒 立即就出声拒绝了 水老怪理直气壮地说道 百里老怪 你当老夫是什么人呢 你以为 老夫是你的奴仆吗 你让老夫出手 你当然要付出报酬 你不但要给老夫报酬 而且 要赔偿老夫这一次的损失 老夫只要你区区两根千年八品灵药 已经是很吃亏了 百里烈火怒道 水老怪 你如果将那个小子拦截下 老夫二话不说 立即就将灵药交给你 但现在 你让这个小贝逃跑了 亏你还好意思要灵药 告诉你 老夫一出灵药 也不会给你 要打的话 老夫 奉陪到底 水老怪勃然大怒 阴瑟瑟地说道 好好好 今天老夫就要领教一下 看看你百里烈火这些年来 到底有何进步 水老怪说出手就出手 他拳头一扬 一拳朝着百里烈火 击出去 水老怪 乃是真道五重高手 这一拳虽然只是随随便便 发出来的 但威力却也是异常可怕 庞大的拳力 引动了数十里方圆的天地精进 引动了水域中的水 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波浪 发出鼻烈火 发出刺耳的笑声 直直朝着百里烈火 寄来 百里烈火脸色微微一变 这水域之中乃是水老怪的地盘 水老怪随随便便的一击 就能够引动水气和波浪攻击 威力大大的增加 百里烈火修炼的火系功法 在这种环境之下 大大的受到了压制 实力要减弱许多 虽然环境不利 但百里烈火却也不会示弱 他冷笑一声 说道 哼 雕虫 小剧 说话间 百里烈火双臂一阵 无穷无尽的烈火瞬间涌出 熊熊的烈火漫天飞舞 很快就将水老怪的波浪 燃烧得干干净净 方圆千里一片晴空 将水老怪的招式破解掉之后 百里烈火宁笑说道 哈哈哈哈 水老怪 今天老夫就让你明陪一下 什么叫 燎原之火 百里烈火 双臂一阵 无穷的烈火 像是火山爆发一般涌出 整片虚空 都被染成了火红之色 在这种熊熊的烈火烧烤之下 方圆百里的虚空 都熊熊的燃烧着 下方的水域更是被烈火烧得沸腾起来 无数的鱼儿被活生生的煮熟 发出阵阵的肉响 见到百里烈火大展神威 水老怪如何肯示弱 他全力地施展出自己的力量 漫天的巨浪 一波接着一波 朝着百里烈火冲击而去 百里烈火 修炼的是火 而水老怪 修炼的则是水 两人的功法天生就是不对路 战斗一开始 就激烈到了极点 打得方圆千里 都是波浪和火焰 两人接连硬碰了数十招之后 同时分开 百里烈火脸色苍白 狠狠地喷出了两口鲜血 而水老怪占据了地力 情况比百里老怪要好很多 只吐了一口鲜血 不达了不达了 百里烈火受伤颇重 见到水老怪又打算动手 他连忙朝着水老怪摆摆手 要求停战 水老怪脸上闪过了 得意之色 欢欢地说道 不达也行 不过 你要将两株千年火候的八品灵药 交给我 百里烈火心里怒火熊熊 寸道 这个老家伙 战斗力是越来越厉害了 我得想办法将它除去才好 否则 我的地盘根本无法扩张 对了 我最近发现了一处上古修炼者的洞府 让这水老怪到洞府去 利用洞府的机关 斩杀了他 转杀了他 心里有了主意 百里烈火干咳一声 说道 水老怪 实话告诉你吧 老夫的身上 连一株千年八品灵药都没有 什么 一处都没有 百里老怪 你居然骗我 今天 我就打死了你 水老怪博然大怒 拳头提起来 就要出手 且慢 且慢 百里烈火见到水老怪又要出手 连忙出声说道 老夫虽然没有千年八品灵药 但老夫知道一个是上古修炼者的洞府 水老怪 三个月之后 你可以找到我 我们一起前往这个洞府 得到的东西 我们 一人一半 水老怪警惕性极高 他根本就不动心 冷笑着说道 上古修炼者的洞府 这怎么可能呢 百里老怪 以你的性格 发现上古修炼者的洞府之后 你肯定会自己一个人开启洞府 绝对不会说出来的 你肯定是在骗我 百里烈火呵呵一笑 叹了一口气 说道 我也想自己占有这个洞府啊 问题是 这个洞府需要两种不同的力量 才能够开启 因此 只能是便宜你了 水老怪 冷笑说道 你发一个毒誓 我就相信你 你就用你的寿命发誓吧 如果你骗老夫 你一年之内 筋骨寸断 受尽痛苦而死 修炼之人 与天地有着紧密联系 越是修为高深的人 就越容易引起天人感应 因此 修炼到真道之后 人们一般都不会发誓 因为发出来的毒誓 很可能会成为现实 百里烈火心里早有打算 听到水老怪的要求 他也不恼火 干脆利落地发了一个毒誓 听到百里烈火发出毒誓 水老怪终于相信了 他哈哈地一笑 说道 好好好 既然如此 那老夫就不要两株千年八品灵药了 三个月之后 老夫就和你走一趟 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也好献给灵水宗的御女 百里烈火呵呵一笑 灵水宗 很快就要选出新一届的御女了 你们黑水门 乃是灵水宗旗下的小宗门 如果能够讨好御女 水老怪 你的势力将会大大的增测呀 哈哈哈哈 两人对视了一眼 同时哈哈地大笑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